别过来你疯了 我心疯了 我死在你手上 我无怨无悔 坏消息一念观山开始虐了 好消息她只虐了一几 宁远舟对如意的艾可泰拿的出手 不久前如意被前招三人打成重伤 迫不得已之下劫持了公主离开 看着趴在身后奄奄一息的如意 公主叫她千万别睡 担心对方会和自己娘亲一样一睡不醒 你会什么的 听完这句话后 如意强撑着跳下马背 强行将公主送了回去 另一边宁远舟回来后才发现 是前招故意之走了自己和原路 看着公主被白马驼了回来 衣服上还有血迹 公主忙说这些不是自己的 让宁远舟抓紧去山林里就如意 得知对方随时都有生命威胁 宁远舟急忙去牵马 却被前招拦下 你要想救她主为我死 此时的山林内 如意伤势过重打坐调息 昏迷中梦见了昭洁皇后 你把我的嘱咐都忘了 我告诉过你 千万别轻易爱上男人 全忘了 杀手动了场是大气 这一次 连我也救不了你 你别走 如意身上两根筋脉镜断 直接昏死过去 宁远舟这边向众人解释 如意不是朱一卫派来的 是自己请她来的 并表示今天无论如何自己都要去救如意 除非自己死掉 说罢便决然地上马离开 来到山林的她放出迷迭 顺着其飞去的方向寻找如意 而如意此时被一鼓刺痛惊醒 发现一条恶狼正撕咬着自己的手 她拼命地将其甩开 可没一会功夫便又窜出了两条恶狼 面对恶狼的撕咬 她拔下发在拼命中 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她看见那个男人朝自己跑来 宁远舟为其输送内力疗伤 一旦中断如意会死的 可面对这个欺骗她的男人 她宁愿死 于是一把正脱开对方的输送 见对方也吐了血 她下意识投来关切的目光 不要紧 只托人断开 内力反射 如意误以为宁远舟在利用欺骗自己 什么同伴 什么信任 都是假的 可面对满身伤痕的如意 宁远舟又白口莫辩 当务之急只想替她疗伤 为了救如意 命远舟强行将自己的所有内力输送给她 你就算救了我 我也不会跟你回去的 我知道 她知道如意受了很大的委屈 也知道对方不会再回使团了 但是她就想救她 想让她安乐如意的活着 哪怕是再也不和自己见面也好 这一刻她不是吴国的使团手里 只是她自己 隔天清晨见如意还在熟睡 远舟小心地替她擦去嘴角的血迹 再看了她最后一眼后 默默不舍地离开了 如意醒来后看着远舟留下的书信 这一刻她想必再也忘不掉那个男人了 这边安国将军申徒赤邀请公主去军营参观 命远舟因为内力耗尽不方便前去 但昨天使团闹得动静太大 为了不让申徒赤其怀疑到如意头上 她故意让原路披上人皮面具 假扮成了如意的模样 在使团内晃了一圈 还找来一具假的尸体 戴上了当初如意找朱一卫街头实用的人皮面具 送去了化人场 在暗处钉烧的朱一卫剑庄 误以为公主假扮的李王 是一个心机十分深沉的高人 安国军营内申徒赤邀请公主骑马 公主逞门答应了下来 却正中了申徒赤的圈头 他们快马加鞭一路进了城 殿下怎么那么慢 像个娘们一样 快点 身后的十三前招等人奋力追赶 可还是被马甩了开来 就在此时公主不小心打翻了街边的菜拟 因为两国恩怨 重改心向公主扔案菜拟 离开 你有什么 未经由 慧颐姐 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下我不管的